今天會和大家做一個教堂花藝 我們會用這些葵 很多朋友葵的修剪都做得不太好 我首先會示範給大家看如何修一塊葵 首先剪長度大約二十八、二十四左右 剪的時間大約六吋已經夠了 記住向上剪,一路剪到中間 然後開始轉彎,沿著葉的形去做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一定要垂直剪 垂直地剪,去到這處就開始轉彎了 少少彎彎地,一路地剪去到頂一寸位置到 就夠了,就這樣了 然後你可以反轉它 反轉它這樣捉住 再在這邊,右邊 首先我們會先放這兩塊葵 擺葵有很多方法 不過首先你也要這樣屈一屈它 咬一咬彎它 咬彎它 這樣,形態就會更漂亮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位置放一枝 彎彎地 另外這一塊就更加要屈得多些 小心點,因為這個位置會爛的 小心點 這個位置這樣推 彎回上來 至於你尾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它 弄它出來 你可以用這個 勺裡 在這個爛 今天我们会用这些太阳菊 你可以选一支小小弯弯的 你预计它有18寸长 18寸 在这些位置 然后你可以每一支大约是短3寸至4寸 这个位置可以再加多一支 今天我们会用这些胃篮做一个主花 这个可以比较长一点 差不多有12寸长 我们可以插在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也要加一些沙巴叶 我们继续会放这些太阳菊 选择一支弯的 好像这支弯弯的 我们就拿一支 那么你预计它就大约是10寸 10寸左右 就够了 是泥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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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